我對他一見鍾情 他對我沒有 這是那天那個 Shubi Dunga那個劉庚 他說他想要跟你認識做朋友 他說這個紙條他留給你 你可以 他叫你打給他 他就紙條給我之後 馬上我就丟完垃圾桶 隨手就丟垃圾桶 然後大姐就 一首幸福的劇里 牽起全家人的心 這是劉更鴻和王婉菲的 結婚定情曲 眾人見證下2007年 劉更鴻和王婉菲 終結單身踏入婚姻 愛情長跑八年的兩人 艾苗助長是21年前 在西門町王婉菲的出現 讓劉更鴻一見鍾情 我對他一見鍾情 他對我沒有 我是真的在西門町看到他 然後我在那邊錄節目 我就看到他走過去 然後我看到一眼我就覺得 被他給吸引住了 眼神可能 但沒講過話 真的完全沒有 我就想說好 我一定要趕快過去 結果沒想到等我錄完 他已經走了 我趕快打電話給那個大姐 就帶他那個大姐 然後我就在當下 我也跟小紅小媽講 我說兩位 這個女生是我要追的 希望兩位都不要插手 他們兩個說 對 這樣話都還沒講 對 我一看到這就是 我覺得我喜歡的 就是我的菜 就是我喜歡的女生 那個大姐那時候是 就是幫幫忙我做一些經濟工作嘛 然後他就有一天 他就把那個紙條給我就說 誒 這是那天那個 修比丟話那個劉根 他說他想要跟你認識做朋友 他說這個紙條他留給你 你可以 他叫你打給他 然後我就心裡想 叫我打給他 我說為什麼我要打給他 他說沒有 因為他想認識你 我說為什麼他想認識我 我就要認識他 然後他說沒有啊 因為 劉根紅耶 對 然後他就紙條給我之後 馬上我就丟完垃圾桶裡 隨手就丟垃圾桶 然後大姐就 學長 你在看漫畫啊 對啊 1990年在家家服務母親戴小鴨 已有知名度的劉根紅 1997年成為修比都華議員 在演戲 唱歌 主持 已是當紅藝人 王婉飛把告白電話一丟 原因是劉根紅看起來很花心 我在專科的時候 我的同學就很喜歡修比都華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最喜歡誰啊 然後他就說 我最喜歡劉根紅了 然後我還看著他 我還撕他說 我說 你喜歡誰都可以 就是不能喜歡他 然後他還問我說為什麼 他說 那他看起來最帥啊 看起來最花心啊 你怎麼會選他呢 你要選也選小鐘嘛 然後我就說 小鐘看起來就很老實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真的不會看人耶 然後就 所以我近年一天 遇到第一個追求我的 就是劉根紅 然後我當時就想到 我對他說的話 我想 喔 誰都可以就是不能他 然後我覺得他實在太花心 一定很花心 只是鹹少主動的劉根紅 第一次被心儀女生拒絕 趁著晚晚飛接戲 不會說台語又常被導演罵 劉根紅藉機傳授經驗 才有了吃飯要電話的機會 然後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然後他就一直用很變態的眼神 一直看著我 我就用這種眼神 然後我在吃 只要吃飯的時候 不斷的放電 從後到尾 從後到尾 我根本沒有在吃 我就一直要放電 我要想說 看他會不會對我有任何回應 我覺得他很奇怪 我覺得他一點都不特別 那頓飯吃完之後 我心裡是有點擔心的 我覺得他很變態又奇怪 然後我就一直吃 然後看他一直看我 然後他也不吃飯 然後我就說 你不吃飯嗎 然後他說 吃吃 然後還是繼續這樣看 在那個過程當中 種種的他的一些行為 就證明了 就更讓我證明 他一定很花心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一定要 危險危險 這一定要保持好距離 不能給他任何有機會 可以介入什麼什麼 對 然後結果後來 是在後來慢慢的認識過程裡面 才發現 其實他好像不是我想像的 那樣的人耶 就是從他周遭的朋友啊 然後還有他的表現啊 跟他的談吐啊 然後慢慢認識他這個人 之後才發現 好像他不是我想像的那樣 然後才對他慢慢放下 一些那個心 戒心跟心防這樣 對 確認好啊 我跟你講喔 好 既然妳愛我的話 那我送妳一樣東西 如果妳接受的話 我們倆就要永遠在一起了 鼻涕都流出來了 好不好 好 這上給妳 啊 我最訣 愛情長跑求了兩次婚 王婉菲被真情大動 只是演藝圈當年不慎行結婚 兩人拍婚紗決定結婚時 劉根宏得接受宣傳費被砍辦 那個時候 演藝圈不慎行結婚 你知道吧 不管是劉德華 不管是吳宗憲 他們都沒有要讓妳知道他們結婚 那這都是我最接觸的 雖然當紅的人 所以當下我們在演藝圈 我們就覺得就算交往 以前當中交往 都不會讓人家知道的 就都是永遠分開的這樣 沒有人公開結婚 然後我們會擔心 怕影響未來的演藝工作 對 會影響工作 會影響妳的名聲 因為當時他結婚的時候 確實是 他第二張專輯的宣傳費 就是被減辦了 玩出好心情 有點不一樣 今天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原以為演藝壽組 做旅遊節目 辦海外演唱會 夫妻倆闖出一條路 只是結婚兩年 從鼎克族決定生孩子時 王婉菲發現子宮激流 一顆男受孕 他有九顆 第一次檢查三顆 第二次去找專業的醫生變五顆 然後那個醫生跟我講的話是 你要懷孕可能不太可能喔 那你這個可能要去看不孕症 等我去看第三個醫生的時候 去檢查已經變成七顆 什麼三顆變五顆 五顆變七顆 然後我就覺得太誇張了吧 而且是在短短的一個月內 就開始生那麼多顆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回台北 然後我就想說要去找台北一個 最專業的一個 不孕症的專門看肿瘤的醫生 然後去給他看 給他看的時候 然後他是我最後一個醫生 然後去看的時候呢 從七顆變九顆 然後我說 蛤 又變九顆了 然後醫生看完之後 然後那個醫生呢 就跟我說 沒事 然後現在十個裡面有八個都有腫瘤 其實腫瘤對 肌瘤 肌瘤 對懷孕來講 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那你們就放輕鬆回去試吧 兩年後我們發現 我們終於懷孕了 我們才去找他 九顆肌瘤基本來說 你是很難懷孕的 後來他才告訴我 他說你們兩個 這就等於說中了獎卷 沾一下 你看 然後就黏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沾一下 然後黏在這個地方 放了 那你就把紅色的地方 都用這個鑽石小貼紙 把他黏住 五年連中三次樂透 剩下三個孩子 這得來不易的緣分 加油 沈沈 沈沈加油 三個孩子 為王婉妃和劉根宏 帶來了歡樂 如今結婚十三年 夫妻倆不贏餘力 從孩子的體能到教育 自教自學 王婉妃也從選美皇后 人妻 成了創業三寶媽 下一步她不設限 繼續向前 你的小黃瓜 那些美金 幸福的距離 就算萬公里 一路以來 都不是我計畫好 也不是我規劃好的 然後我覺得很刺激 然後又很像 經歷一場冒險遊戲的感覺 就是每一年都會發生不同的心事 然後每一陣子都會有 又不同的事情發生 然後當然我自己覺得 這一路以來 我覺得我就是 就是邊走邊看 然後持續的學習 我現在當然覺得 她當媽媽更是不一樣 然後現在又能夠在 她自己創業的這個事業上 原本一個小公司 現在逐漸的 很多的人想要跟他們合作 我也覺得很厲害 好像她的更多的潛能 被發揮出來 那是我覺得 一個以前我們沒有想過的 出現在寵物展中 三寶媽王婉菲 投一回不以藝人身分亮相 一創業合夥老闆 在跪位前滔滔不絕 難得空閒的劉根宏 也成了幫手 她是顧問啊 也沒有領薪水的顧問 沒有領薪水的顧問 就是顧什麼顧什麼 什麼股東會我還要去開 然後我說關我什麼事 我又沒有領錢 然後我拿一份這樣 我又沒有我的名字 為什麼我要去開會 然後我說因為你是我老公 所以我就義務幫忙了 三年前走進產線創業 王婉菲單純只是想解決 孩子腸病毒反覆傳染問題 和兒子同學的媽媽 靠著化工背景努力鑽研 起初一度不被看好 因為她剛好又讀化工科的 所以她們有一些她們的語言 所以她在講這些東西 給別人聽的時候 其實我們以男生的角度 會覺得我會跟她講 我說誰要買這個東西啊 你們瘋了嗎 然後剛開始其實都被笑 都被人家笑 就說你們坐這幹嘛啊 以前大概只有媽媽會在乎 有小孩的媽媽會在乎 然後反而 然後後來是因為過年的時候 疫情忽然出現 所以那個機器在過年的時候 就存貨全部忽然被賣光了 40歲一頭再進創業路 其實出道前 王婉菲沒想當過藝人 更沒想過當老闆 1978年出生的她 家中排行老大 從小個性還派率性 念武專時留短髮像個男孩 最愛打籃球 我是以前就是長得很像小男生 然後都截了男生頭 然後都跟男生混在一起 然後又讀化工科 所以我就比較 而且稍微胖一點 微胖 對 然後就是豐滿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沒有什麼化妝啊 保養啊什麼那種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不是我 我就是很隨性 帥氣這種就是走男生路線 然後後來媽媽又覺得 她看到我是那個樣子的女生 她受不了 她覺得 她很擔心這樣 她就覺得 那個我幫妳報名選美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 選美 選什麼美啊 然後我說我長這樣 妳叫我去選美 妳不是弄我嗎 媽媽說 我就早就知道妳不敢 然後就用基建法這樣 然後我就看他們就說 誰不敢啊 要去就去啊 怕誰怕誰啊 然後其實我是那種 就被激到啊 然後就有點像男生的性格 就不能被激 然後就去了 今天帶來非常美麗的 即將法讓王婉菲 專次參加選美 要在三個月訓練過程 全身盪改造 第一次參賽嚇到大家 第一次那個選美比賽 三個月的訓練過程當中 然後把我改變成現在這樣 然後就在過程裡面 我剛去比賽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去報名 然後眼睛都有點嚇到這樣 那種眼神 想說妳怎麼這樣 妳還敢來 這種哦 因為我去 我去的時候 現場所有的女生 都是那種模特兒啊 然後又就是那種笑話啊 就整個都是已經漂亮好的 已經都是美美的去的 然後我不會穿高跟鞋 沒穿過裙子 然後頭髮又短 然後又不會化妝 然後又胖 就是反正就是 醜到爆了 可是那三個月要訓練嘛 然後我就在裡面學化妝 然後因為要比賽 那妳不能胖啊 所以就開始減肥 然後開始學習怎麼樣 穿高跟鞋走路 不只是要穿高跟鞋走路 還要走台步 這個是超難的耶 從富士要進決賽的時候 要準備要決賽的那一天 我媽就說 開到路上就說 還是我們回家啊 不要比了 我說為什麼 我說我都已經努力那麼久 三個月 今天終於就要拚勝負 前三名 我說為什麼不比 然後我媽說 她說妳已經改變成這樣了 已經是達到我的期待了 就去比 然後就那一天 也沒有第一名 然後也沒有很爛 就是第二名 我覺得那成績對我來講很OK啊 因為對我來講已經算是一個很好的肯定 從不會穿高跟鞋到一名驚人 往往被前所未有的大改造 後來就向選美選手一路過關斬將 從環球小姐奪下冠軍代表台灣出賽 在菲律賓拿下亞太小姐第三名 21歲被向眾踏進演藝圈 一髮入血混沸了眼淚 我等待想到了誰 丑小鴨變天鵝人生從此大轉彎 單綱周杰倫MV女主角也接拍電視劇 在演藝圈遇上膩伴劉更宏 如今當藝人23年重拾化工老本行 勇闖新局 這滿天的嘉年華 那喊一聲話 如果不知道刷點啥 抖音一號砸一場 這裡是禮物的禮物 這好是土豪的好 來今天全場的老鐵 請往我們的綁著球 劉更宏健身直播 竟然能看到嘉年華Battle 想不到吧 他的抖音短短一個月飆速漲分 單場直播點贊超過2億 觀看人次超過200萬 二十號大家勤奮當劉更宏女孩之際 上海富二代勤奮也勤奮斗內啦 勤奮來了 雙手 來吧 謝謝 好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大家刷禮物給我們 不過呢 我們要限制你們一個人刷一次就好了 好 千萬不要破費 我們是希望給你們運動運動 對 多運動一下 舞步起來 四十二十三 情分你要跳起來了 原本你一起動一下 一時斗內 一時爽 勤奮刷禮物 刷到劉教練畫面多快沒了 單場直播啊 就送出四十多個嘉年華 一次1.4萬台幣計算 成於斗內了超過56萬台幣喔 一送的禮物 會不會在這邊 有網友說 刷嘉年華 像普通人點贊一樣刷你 你把這些富二大真有錢啊 能不能撒點錢給我啊 我還在想是哪一個勤憤 原來是那個勤憤啊 那沒事了 你知道這說明什麼嗎 說明勤憤根本就沒跳吧 勤憤你有跳嗎 有要幫我刷一下有啊 謝謝肖戰老婆 肖戰老婆都來了 他是真的肖戰的老婆嗎 當然我不知道 但是想肖戰老婆 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小編才是真的啦 也有人被佳年華刷暈了 報名要當勤憤的老婆 別忘了這裡還有丈母娘一枚喔 我媽媽 她年輕漂亮身材又好 對 雖然她已經六十幾歲了 六十六歲 她單身 沒有另外 還招心了耶 如果對我媽有興趣 你可以找我 你有沒有喜歡她的 有喜歡的刷油 勵我可以嗎 可以 可以搖一下我看 再蹲點點往後 搖出性感來 性感 你要性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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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粉絲破兩千了 兩千二百萬了 兩千二百萬了 破兩千萬了 怎麼辦 今天的晚上 我首先我要謝謝我的老婆 我以為妳要說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老婆 小豬公公